来源素素娱乐 霍启人高调求婚成功 女方是泰国富家女 恭喜霍启人 霍启人是霍启刚和霍启山的弟弟 是霍振廷的三儿子 看来霍家有好事发生了 目前港媒询问了朱玲玲 朱玲玲没有正面回应 直言有好事发生 会通知大家 谢谢大家了 显然三儿子霍启人 和女友求婚成功的事情 她已经知道了 据透露 女方是泰国人 以前做过模特 再次恭喜霍启人 看来嫂子郭晶晶要有肘礼了 细看霍启人的未婚妻 身材高挑非常漂亮 她的一一名是南风 96年的泰国富家女 家人是在富人区开公司的 家境非常不错 从照片之中来看 她很漂亮 以前在泰国做过平面模特 同时她还是高学历的漂亮女生 以前和霍启人在国外相识 女方在纽约大学学习的室内设计 毕业之后 在香港还有澳门做工作 而霍启人也是在香港与南风相识 同属于一个圈子里 所以霍家三公子自然 就与高学历的南风相识相恋 最终走到了一起 翻看他们之间的动态 在一起的合影照片非常亲密 而且合影也是很有热恋情侣的感觉 霍启人穿着西装露面 搂着未婚妻的腰 很体贴很恩爱的一对 女方也是高知分子 家境啥的也非常好 看来朱玲玲是从内心里 早就已经默许了这一个准儿媳妇 港媒称 前年朱玲玲其实就已经知道 三载有了恋情 也等于是帮助儿子霍启人把了关 不然不优秀的女人是不会入霍家的 霍启人在船上向女方求婚 恩爱的一对终于走到了一起 看来霍家会有喜事发生了 郭晶晶也终于有了弟妹了 霍振廷和朱玲玲一共生育了三个儿子 每一个都非常优秀 大儿子霍启刚 二儿子霍启山 三儿子霍启人 两个兄长如今在大湾区做两岸文体的发展 为事业做贡献 尤其是霍启刚 加入立法委员会之后 工作越来越好 带着弟弟霍启山一起比肩共事 兄弟一起发挥 霍启人虽然露面比较少 但其实他未来也有进入商政两界的打算 毕竟霍家的红色底子是在线的 霍家个个都优秀 有网友形容霍启人的未婚妻 长相非常接近朱玲玲 仔细看下来 发现这个泰国准儿媳妇真的很漂亮 未来将和嫂子郭晶晶同台 将来也注定会成为霍家的女强人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